晚见就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今天带大家一起的一款铁工厂出品的 Bridge Watcher 震荡波 Bridge Watcher 桥王者 这名字起的挺好的 震荡波所谓老威手下最忠诚的霸天虎战士之一 也是从G1动画片开始 就是太空桥的守卫者 也是一个极为理性 也许是所有变音音钢角色当中 最注重逻辑的家伙 这次铁工厂推出的小尺寸震荡波 配件方面就持有各种手型的一个替换件了 人形状态下的波霸 这尺寸就是一个拳头的大小 拿在手里一提琴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腿根部关节做的很紧实 这个是我特别看重的 头雕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震波的头雕再做的不像 那就说不可去了 胸口透明件上各种的纹路刻画做的 还是相当精致 手臂虽然尺寸很小 但是依旧做出了机械盔甲的一个饱满程度 但很可惜 小臂内侧是有着明显的空洞 也是变形的需要 手臂后面的橡胶管 还原度超赞 但不知道长期放置之后会不会出现氧化变脆的现象 收腰效果其实是有的 但由于背包的存在 从正面看起来 这样一个收腰的状态并不明显 银色的大腿 小腿内侧也是非常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脚板站立起来A字形特别的稳 从侧面来看背包是存在的 但是和主体是贴的比较近的一个状态了 这个橡胶管依旧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存在了 小腿上面还有个枪板握柄的设定 背后的书包也就是激光枪形态下的一个枪口了 那么小腿从背后看起来也是相对饱满的一个状态了 可动性头雕雕左右向上向下这个空间就是比较有限了 还能左右摇摆有一定的幅度 但是整体来看幅度并不大 手臂这个平举是超乎想象 还能往上提 当然这个也是变形关节的需要了 曲肘超过90度 外摆内收 小臂内侧的空洞依旧是比较碍眼的 背后这样一个橡胶管 再把二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手腕这一块是有一个自由旋转的空间 而且是有替换手的选择 那么腰身它平转可以做得到 关节做出来了 但如果要使用这样的关节 还需要把背后的背包拆开来一些 才能有更大幅度的一个旋转 腿部向前向后侧摆都做得到 外摆内收这个关节是相对交紧的一个手感 屈膝它是两段关节 所以整个的一个范围是非常不错的 能做出极佳的一个战斗pose 再配一个支架那就更棒了 脚板前后有一定的调整 那么后脚跟也能配合做出一定幅度的调节 所以站立起来整个摆pose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尺寸方面咱们请出人形同为独眼巨人的悬刃 这是MMC的作品我之前也介绍过 两者在尺寸方面差异是巨大的 当然所定位的市场也是不同 再来就是铁工厂自家同级别的玩具了 鬼魂红蜘蛛 这也是我近期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 变形 这款小振波还是相当简单 首先是把胸罩向下翻 头部整个翻转到胸腔的内部 这个颈椎不知道疼不疼呢 之后手臂向上抬 小臂翻转90度 顺势把激光枪收纳进去另外一侧 也是镜向的翻转变形 小臂这块如果能有一个额外的面板 在人形状态下做一个遮盖 就会更好了 之后再把两个手臂向中间挤压 那么背包这块提起来 它的根部是一个透明的双动关节 扣在两个手臂之上 再把激光枪头的灰色部件翻转过来 按压紧实 前部就已经是变形到位了 再把这个瞄准镜举起来 脚板收纳进去 收纳是有顺序的 先放后脚跟 再把前脚掌做一个翻转 之后是小腿侧面 面板的打开和翻转 再利用大腿的挖槽关节 将整个腿部向前翻转180度 打开小腿的正面面板 就是把它的膝盖利用双动关节 这块我建议的做法 是先把大腿使劲往后弯曲 再顺势向前推 进行一个大腿向小腿内侧的收纳 再把紫色的面板回归到位 另外一侧也是镜向的调整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的手柄 对齐 注意这个手柄根部和枪体本身也有一个契合位 再把两者利用双动关节腾开位置 结合在一起 好了到这咱们的震荡波也就完成了从人形到伪装形态的变化 枪形状态下的震荡波 这是一个特别科幻的激光枪 拿在手里摇晃起来 体性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整体的形态也算是还原了 但是下面这个露出的透明枪管 确实有些暗眼 正面看起来有透明件 包括瞄准镜做的都很到位 侧面这个橡胶管也是依旧拉风 上部来看整个枪头和后部枪身的比例也很协调 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下垂的透明枪口确实是并不美观 底部来看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 从G1开始震荡波差不多就是这个收纳的样式 握柄的两侧是有凸起的 应该和大型的组合金刚能有一个握持的互动 枪体的中心也就是人形腰身这块依旧可以旋转 稍微旋转一下才能有一个比较平稳的摆放位 齿寸对比咱们请出官方传奇级别的宇宙飞碟吧 手枪打飞碟是比打飞机更高的一个境界 这款小尺寸的震荡波依旧延续着铁工厂的一贯风格 人形帅系出彩 伪装形态则相对平淡一些 变形算是比较流畅了 只是膝部双动关节的调整收纳需要适应一下 可以算得上口袋系列的又一款上层制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